人们突然惊恐发现 天空中似乎隐藏着某种庞然大物 紧接着 人们就收到了政府发出的紧急避难通知 正在他们疑惑之际 更加惊恐的一幕出现了 一辆正在飞行的飞机像是被某种力量操控 静缓慢地落在了闹市区 人们被吓得夺路狂逃 而也是在这时 天上的庞然大物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竟是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 它覆盖了整个城市 遮天蔽玉的场景直接让人窒息 人们终于反应过来 迅速集结 做好了与外星人拼死一战的准备 但诡异的是 外星飞船并没有发动攻击 除了将人类的飞行器强制禁飞后 它便再也没有了其他动物 只是静静地悬浮在空中 仿佛神明一般 俯视着渺小的人类 人们猜测 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果不其然 第二天人们就发现 他们去世的亲人都复活了 原来这些亲人 是外星人为了和人类沟通制造的幻想 外星人自称超主 他要人类不要害怕 自己是来帮助地球的 眼下地球上充斥着大量的战争 饥荒和不平等 而自己的到来 这些痛苦都会成为过去 除此之外 他不会干涉人类的一切 各国高层坐不住了 他们立刻召开紧急会议 官员们都认为 外星人不可能这么好行 因为人类在对方眼中 和猪一样弱小 而众所周知 猪在养肥了后就会被杀掉 但眼下人类的武力 根本无法对超主造成伤害 所以他们决定按兵不动 看断对方接下来会做什么 但相反的是 普通人则陷入了恐慌 就在他们为如何对付超主 激烈争论时 杰斯站了出来 他认为大家现在争论没有意义 因为他们拿对方根本没有办法 还不如该吃吃该喝喝 生存一分钟 快乐六十秒 毕竟超主目前并没有展示出任何敌意 相反还在不断帮助人类 大家听了杰斯的发言 顿时不再想对付超主 而杰斯没想到的是 他的这种行为 直接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就在晚上杰斯准备睡觉时 家里所有的电器 突然全部自动起 紧接着他的房子开始剧烈震动起来 杰斯赶紧和妻子躲进地下室 就在两人惊魂未定时 地道的木板突然被掀飞 杰斯小心翼翼望去 屋子外竟开始传来绿光 好奇绿光究竟是什么 杰斯慢慢向门外走去 可突然 绿光开始变得刺眼 而在绿光的照耀下 杰斯发现 他的房子竟开始被分解 想着自己房贷还没还完 杰斯鼓起勇气走了出去 眼前竟是一个像眼球般的飞行器 而这时飞行器打开了舱门 像是听见了杰斯的话 飞行器再次发出绿光 房子直接变回了原样 仿佛刚才的事从没发生过 杰斯迫不得已进入飞行器 下一秒飞行器就带着他回到了飞船 一片漆飞过后 杰斯所处的飞船内部 净变成了他和死去前七度蜜月的酒店房间 原来超主读取了他的记忆 想用他熟悉的环境来降低他的房费 紧接着房间镜子背后传来的超主声音 原来是今天杰斯安抚众人的场面吸引他 他想要杰斯做自己在地球的代言人 但杰斯并不敢兴趣 他要超主送自己离开 超主没有强求 而是拿出了一个装置 如果杰斯想通了就按下上面的开关 说罢就把杰斯送了回去 可等杰斯刚下飞行器 情报局的人就找了上来 原来他们早就盯上了这里 克工要杰斯将手中的装置交出 因为装置可能是炸弹或者病毒 杰斯不想给 克工竟直接威胁要将他击毙 见他们如此逼自己 杰斯很愤怒 于是在交出装置时 直接将装置启动 发出无形能量 地球上的绝症纷纷被治愈 常年瘫痪的病人也在能量的帮助下 恢复了正常行走 许多人被这些神技折服 成了超主的狂热粉丝 他们都坚信对方是真心帮助人类 而杰斯也顺理成章地成了超主的代言人 开始代表超主改善地球 而只过了一天 互相仇恨的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 就在超主的干涉下达成和解 甚至还一起开心地跳起路 杰斯还将美国军舰荡成轮船 运送到非洲解决饥荒 将沙特的石油管线改成水管 解决撒哈拉南部的用水问题 但仍有少部分人 始终认为超主对人类一定包藏祸心 于是成立了自由团反抗超主 他们将杰斯抓走 并决定直播处死 因为杰斯是超主的狗头 公开杀了他就能动摇人们对超主的信任 但自由团没想到的是 超主早就注意到了这一切 就在杰斯以为自己死定了的时候 下一秒时空就被禁止 子弹直接停在了空中 随后超主撕开一道空间 就将杰斯带回了飞船 而经此一世 地球上再也没有反对超主的声音 很快15年过去 地球在超主的帮助下 直接变成了乌托邦一样的天堂 科技高速发展 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人们对超主非常感激 非常渴望见到他的真容 而超主也觉得时机到了 所有人都很期待 因为对方不仅免费给人类提供外星科技 还治好了人类的一切疾病 把地球改造成了天堂 在人类心中 对方的地位早就如同神明一般 可当人类真正看见外星人的样子后 所有人先是难以置信 紧接着则是惊恐 因为对方的形象实在太恐怖 全身覆盖着血红鳞片 头伸双脚 背伸双翅 一副传说中恶魔的形象 但由于对方给人类的帮助 人们最终还是选择接受外星人超主 继续享受对方带来的一切 但很快科学家洛克就发现了不对劲 在超主到来后 科学技术就一直停滞不前 人类再也没有任何发明创作 他赶紧把这一发现告诉政府高层 可高层却不以为意 因为现在有了超主的外星科技 人类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 紧接着他还向洛克透露 超主要自己帮忙 把地球上每种动物都抓一只 洛克赶紧询问原因 高层却说自己也不知道 洛克心里更加疑惑 为了弄清楚超主的目睹 他开始查阅各种书籍 终于他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超主史前到访过地球 所以他们的形象才会在书中被查到 而他之所以被祖先称为恶魔 肯定是对地球做了某种可怕的事 这时女友告诉洛克 超主明天将在地球举办一场宴会 能到现场的都是各国高层 而宴会也邀请了自己 洛克文言当即要女友带自己进去 而在宴会现场 洛克直接当着所有人质问超主 为何封锁人类科技和偷偷带走动物 没想到超主不仅没有遮掩 反而说自己这样做都是为了人类 他封锁科技 是为了让人类远离能毁掉自己的危险力量 而且他已经解决了地球上所有的难题 人类只需要享受美好生活即可 而他带走动物 只是想把他们带到自己星球上做转乱 没有其他恶意 见大家都半信半疑 超主为了表示自己对人类没有加害之心 于是找了个孕妇 说自己可以给他腹中胎儿做一次基因检查 确保孩子以后的健康 说罢便让孕妇把手放在一个圆盘上 孕妇本想反对 但在超主强大的气场下 他还是照做了 一瞬间 一道白色光柱直冲夜空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 纷纷觉得超主确实是为他们好 但人群中的洛克却敏锐地注意到 光柱中似乎有某种特殊的符号 赶紧将符号记录下来带回家 洛克发现 这种符号代表了一个坐标 这证明超主说检查胎儿是在说话 而经过一夜的探索 他终于弄清楚了 这个坐标正是超主的母星 看来光柱肯定也是超主的阴谋 洛克于是开始留意被光柱照耀过的所有孕妇 结果他惊恐地发现 孕妇们生下的孩子 竟然都具有了超能力 他们有的能用一念控制物体 有的能给其他人脱梦 而且这些小孩还会定期聚集在一起 对着天空做出一个奇怪的手势 像是在举行某种仪式 经过对其中小孩检查后 洛克还发现 他们的代谢非常快 大脑中的脑电波也异常活跃 这意味着他们能互相感知到对方的存在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相信这一定是超主搞的 洛克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要进入超主的星球 搞清楚对方究竟想做什么 从而拯救地球 为此他要负责往超主星球运送动物的女友 又只能强忍悲痛答应了他 洛克顺利坐上了飞船 和动物们一起被放进真空袋中 前往超主的星球 这是人类第二次见到外星人 可对方明明一副恶魔模样 人们却把他当成了上帝 只因对方用外星高科技 将地球打造成了人造天堂 人们再也不需要工作赚钱 吃穿住行等一切都由外星人超主免费提供 人类生活的无忧无虑 彻底过上了被圈养的生活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每到夜晚 好心的超主就会秘密派出飞行器 对沉睡的孕妇们进行扫描 直到超主降临后的第一批婴儿诞生 人们这才惊恐地发现 这批新生儿竟拥有了不同的超能力 而且他们的体质也变得异常强悍 人们于是找到超主 超主承认是他策划了一切 但自己这样做只是想让人类加速进化并无恶领 大家相信了超主的话都非常开心 但很快人们便惊恐地发现 一些小孩还竟开始用异能来伤人 而且情绪也越来越暴躁 政府立刻派出心理医生 找到小孩进行测试 但没想到的是 心理医生刚与小孩交流 便直接被对方操控了心智 随后脖子上的项链急速收紧 眼看场面就要失控时 小孩又突然停了下来 医生这才逃过一劫 而更加惊恐的事情还在后面 人们发现 这些小孩竟能进行精神连接 他们还会定期一起将手掘向天空 像是在进行某种可怕的仪式 而为首的则是一个名叫珍妮的女孩 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小孩 朝圣般地来到他身边 珍妮父亲不厌其烦 他大声呵斥这些孩子离开 但这些孩子像是听不见他说的话 反而聚集的越来越多 并且都像丢了魂一般呆呆望向珍妮的方向 看着眼前这圣人的一幕 珍妮父亲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搬家到城市新雅典 因为那里是超主不曾干涉的地方 而且聚集了一批不愿意接受超主施舍人 说不定他们会有帮助珍妮的办法 可他们汽车刚出发 就被外面的小孩团团包围 显然是不想让他们离开 就在双方僵持之际 最终还是珍妮挥手 对方才让出一条道路 一家人终于到达新雅典 当地市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珍妮父亲以为终于摆脱了超主的控制 开心地带家人去看电影 却没想到一边突舍 超主突然出现在了电影屏幕上 超主此事不再伪装 他告诉人类 自己受命于一个名叫超智的 更加高等的文明之一 目的就是为了把人类进行生威 好融入超智中 现在小孩子们已经成熟 自己将把他们都带走 地球将不会再有孩子降生 至于剩下的成年人 自己将会继续满足一切需求 直到最后一个人死去 地球也将被摧毁 而随着超主话音刚落 所有孩子开始诡异地飞向天空 等人们反应过来是已经为时已晚 一些人想抢回孩子 但却悲哀地发现 在被超主圈养的这些年 地球的科技早就被对方摧毁 只能无助地接受眼前这一切 人类彻底失去希望 而与此同时 珍妮作为所有孩子中能力最强的存在 则飞到了一座高山上 开始召唤一种能量光珠 只等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类死亡 便终结地球文明 而就在地球生死存亡之际 一个黑人却偷偷溜进了超主飞行 但倒霉的是 他刚醒来就被外星人超主发现了 但超主并没有杀他 反而坦诚地告诉小黑 他们让人类想服 只是为了麻痹人类 最终目的是终结人类文明 而这一切早在地球诞生之初就注定了 宇宙中有一个名叫超智的最高等文明 超主文明也只是对方的仆人 也是在超智的指引下 他们这才去终结地球 小黑呆住了 他不明白超智为何要毁灭人类 他请求和超智见上一面 超主同意了 于是把小黑带到了他们同超智沟通的地方 这是一道耀眼的光珠 超主直接把小黑送了进去 一道白光闪过 小黑进入了一片未知空间 前方有团模糊的身影 原来超智没有实体 是所有宇宙的意识集合 而超智文明想要发展 就需要各个宇宙贡献新鲜血液 但普通的人类不行 所以才派出超主去圈养人类 并暗中对孕妇们做手脚 让下一代小孩们能够升位 这样小孩子才能得融为一致 他们并未死去 而是意识成为了超智的一员 剩余的地球和其余人类将会被终结 得知真相的小黑 不想一个人孤独地活着 他要和地球共存亡 于是请求超主带自己回地球 超主被小黑精神感动 于是同意了 而等他们返回地球时 已经过去了80年 这时地球上的人类已经全部老死 城市也变成了一片废墟 小黑决定记录下人类最后的时光 这时他发现了远处高山上的光主 里面正是小孩珍妮 他在疯狂吸收地球上的一切能量 这时 小黑发现地表正在逐渐消失 这也预示着地球进入了倒计时 这一刻小黑非常害怕 他开始恳请超主帮帮他 留下些能证明人类存在过的东西 超主思索片刻 最终选择了一首音乐 最终选择了一首音乐 It is done